大家好 華記9月14日東京報導 今天見到三隻羊小羊哥企業危機 較早時跟辛巴哥有關貨品的銷售問題 出現了誠信危機和公關危機 這件事退貨還沒拆好之後 忽然爆了一件美成月餅 糟糕了,這次真的糟糕了 我們忽然覺得西視如期局局身 真是一晚回到解放前 剛剛才是萬人空巷 非常羨慕三隻羊小羊哥 走出內地超過過億的粉絲的抖音 就跟他直播大貨在平台上的成績超延理想 就做到第一次 但是他就開展一個海外的時候 在香港1881就搞一個盛大的風頭 一時無兩,意氣風範 每個明星都叫大茄 主角就是小羊哥 真是那種氣與軒昂 氣吞天下 三十歲都不夠 就這麼厲害了 忽然之間就看到 喂,你真的不要羨慕人 因為有些事情是意想不到的 忽然之間爆了他和辛巴哥那件事之後 辛巴哥現在就變成 全勝了 在市場上,市場上,市場上 公關角度 現在爆出這個美心月餅 真的很嚴重 是美成月餅 不是美心月餅 話說他在1881那裡 就有一個八月尾很盛大的直貨大貨 三個小時就賣了一億 原來其中五千萬 就是賣美城月餅的 那賣美城月餅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最大問題就是小羊哥走出來 世神劈遠 這個香港月餅 美城的黑松露流心月餅 169元三盒 你聽到也不可能 就算曾志偉代言那隻奇華月餅 我在機場買 也要四百多元一盒 然後我買了很多盒 這些小的也要二百多元一盒 我買了很多小的 送給東京的同事 因為在機場買方便一點 買了一堆月餅 奇華也要四百多元一盒 傳統一盒一盒的月餅 你現在說 第一,你是賣沒有排貨 為什麼呢? 你說MAKE IN HONG KONG那裡大問題 你說賣廣州美城月餅 你沒事的 但是你說買香港美城月餅 對不起 香港美城月餅 然後就說是流心 又有黑松露 喂,這麼便宜 你怎麼做到黑松露 你博利多銷你也做不到 你買一盒一盒 然後呢 最慘的是什麼呢? 最慘的是他在香港那裡直播大火 在香港公司開幕的時候 最慘的是曾志偉下去 吃了 嘩,正啊 試賣 藝人是香港人曾志偉 你應該在直播那裡說 喂,香港有美城嗎? 美心就聽過而已 喂,你香港人你沒聽過美城 因為你真的沒有啊 大哥 你找遍整條街 第一,沒有這個公司 第二,根本是不會有這隻貨賣的 在香港 但是你在14億人面前 就說 張開眼睛說謊 就是說 喂,這隻是香港出品的 美城月餅 是銷售冠軍來的 黑松露啊 流心啊 接著承扎明星 你知道曾志偉打承承扎明星 那曾志偉直接來吃 嘩,正啊 喂,你這些全部是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 大哥 即是你在香港 你已經是違反了商品說明條例 你這個不是Made in Hong Kong 你說廣州的美城都OK了 而更嚴重的是 美心月餅都賣不到五千萬啊,大哥 是吧 你真的 你真的 你美城你都是拿個鞋陰 就是想著是抽一下別人的美心水而已 大哥,你現在翻版還比正版還厲害 還有169三合 這次真的是169 真的 真的169 喂,這件事很嚴重啊 就是企業危機 你根本就是不到14億人去購買這隻Made in Hong Kong的月餅 你怎麼可能做到這麼便宜啊 就是 看到直播帶貨這些 我們真的是一身冷寒 一身冷寒 為什麼? 因為你吃落口的嘛 你記住 你買來茶呢 都已經怕會敏感 如果有東西 你那些是吃落口的 大哥 你不要說買美城 我曾經 我發誓 我曾經真的試過 因為我們十年前 都買這個半島酒店 送給客人 和送給同事 因為我們為了尊重 我們尊貴的客戶 和我們買了樓 和我們尊重我們的同事 做了這麼多年 很多時候我們都貴一點 都買半島酒店的月餅 那麼我們試過 那些同事的 feedback 回來 就是 喂 發了毛 即是在半島酒店 拿些加輪流月餅 可能是 同事會放在車尾 或者放在車廂裡面 隔了一天 那些渡汗水 就會令到他發毛 所以你的月餅 千萬不要放在車上 放在車上 就糟糕了 或者有時候 天氣太熱 你不知道什麼情況 有 即是我們訂100盒 間中也有一兩盒 那些客戶 就告訴我們 有這些情況 即是我們試過 在大概十年前 那我試過買 一百幾盒 來送給客戶 那你美心月餅 你OEM借了別人的 brand 那你有什麼 是美心負責的 但是美城 你說他是香港的 你包裝的packing 也是違反了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所以這件事很嚴重 我相信 智偉哥都要割席 這件事 因為 你不要羨慕他 過億粉絲 然後賺多少錢 億元集團 億元的企業 都可以一晚回到解放時 所以說 現在這一刻 看到真的樹倒 胡宣山 還有什麼奇人 可以救到三隻羊 那我們剝花生 拭目以待 今晚直播再說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來到海岸崩崩城 介紹我們 最靈最靈的銷售 Queenie給大家 Hello 我今天要特地過來 因為有新的消息 Yes 是啦 就是我們一個 心中同乘的 就是巴士正式開通了 怎樣開通法 首先是方便我們香港街坊 香港人業主 回來我們海岸崩崩城這邊 坐車方便 就在門口 沒錯 一天有兩班車 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 和福田口岸 應該是每天會有兩班車去 兩班車回來 沒錯 早上一班 和下午一班 時間都挺好 挺有彈性 是啊 我們會走心中通道過來 我們大大縮轉了車程 只需要一個半小時 便來到海岸崩崩城 沒錯 還有我們有大型商場佩島 來年底便會落城 是的 這裏人流簡直是不絕 你不怕說你出行 乘車不方便 沒錯 這個樓官是不宜之選 全國中山最大最大一個商業體 沒錯 最大120萬平方 超大的商業中合體項目 120萬平方 真的 我們叫做1200萬尺 這麼厲害 真的這麼厲害 有氣水的朋友 事不宜時 馬上WhatsApp 我們帶你過來看樓 請問一下 有膽口 有膽口 放棄